楚颖月 你受伤了 该死的 哪个王八高子伤的你 还能有谁 除了天灵太后 谁还敢把我从陈王府掳去鞭打 楚颖月 你没搞错吧 堂堂天灵太后 万万人之上 民间更是传言 太后比曾经的皇后温柔贤淑 申明大义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她怎么可能会伤你 哎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这些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东西 可是实际上 本质却压根就不是一个东西 这种人 白神医你应该没少见吧 对对对 楚颖月 你说的对 这种垃圾之人比比皆是 好了 子恒 你给颖月看看吧 行 叶丽诚 我要给楚颖月看伤了 你先出去吧 见叶丽诚脸色一变 你知道的 近两年我给人看病出了一个新规矩 那就是除了我和患者 其他人不得在场 就算是你 这个规矩也不能破 叶丽诚微犹豫 不过最后还是转身走了 我听烈云说你被叶丽诚逼迫带来了天灵皇城 所以就立刻赶来了 未曾想这一来就看到你受伤 楚颖月 这天灵皇城可不是人呆的地方 现在叶丽恒回来了 当中局面只会比六年前更甚 晚上跟我走吧 我来皇城 不过是和叶丽诚的交易 既然我答应了他 留下了一个月 那么我就不会失言 一个月而已 很快就会过去 到时候我再离开即可 楚颖月 你该不会是又爱上叶丽诚了吧 这怎么可能 我六年前被这条狗咬了 六年后难道还想被他咬 子涵 你且放心 我再也不会爱上叶丽诚 你医术比我好 要看什么样 待会儿你就也给我写个方子得了 不过 楚颖月 既然你不愿意离开 那么你一定要听我一言 我是想说 皇城风云将至 你不愿意离开 就会成为靶子 所以倒不如贴夜里承紧一点 他还可以护你周全 小寒寒 只要我不愿意 在这天下 你觉得又有谁可以伤我 你 你 你 楚 楚颖月 你 你 你要是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 你 你严格来说 那 那可是我 我的长辈 你我之间 绝对 绝对不能乱 总之 楚颖月 你我之间 绝无可能 哈哈哈哈 子涵 你怎么这么可爱 下一刻 门就啪的一声被人踢开了 叶丽诚大步走了进来 直接把白子涵拉出了房间门 又是啪的一声用力关上了房门 叶丽诚一言不发地走到了楚颖月跟前 再撕开了他的衣服 那两个老东西 此不足惜 那两个老东西不过是两条狗而已 这狗都是听人办事的 狗又有什么错 楚颖月 对不起 本王一定不会再让他动你 你的确应该去提醒顾云新一次 我可不再是六年前那个软柿子了 他若动我一分 我必时被还之 这一次我可以给他解药 但是下一次我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楚颖月 你 你就不能让着他一些吗 他这些年不容易 我让着他 叶丽诚 你是没有长眼睛吗 你难道没有看到他过云新哪一次对我 不是下狠手下死手的 我让着他 你为什么不让他避着我 是 这件事本王会入宫跟他说 只是楚颖月 他毕竟是长辈 是本王的母后 本王希望你在他面前可以烧脸锋芒 叶丽诚 你是傻了吗 叶丽诚 我再说一次 我妈早死了 郭云新只是你妈 和我楚颖月半童钱关系都没有 在我这里 我仍旧只有那句话 人若犯我 我必十倍百倍还之 他顾云新就算是天灵太后 可是只要他再动我 我便让他回不当初 好了 本王会和母后提及此事 你身体不好 这几日便好好休息 滚 再一次睁眼醒来 叶丽诚正好推门而入 而窗外天色已然黑了 那个 尹月 凌晨将至 里面就是解药 你拿去给顾云新吃吧 对了 这个解药吃入腹中之后 人的体内会有很强烈的灼烧感 在灼烧感完全消失之间 不能吃任何东西 不然 肚子就会破裂 见时 神仙难救 楚颖月 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办法 有 可是 我为什么要帮她 沃云新折磨我数次 我只不过给她小小的教训 我不过分吧 叶丽诚的食指都气得握紧成了拳头 她仍旧没有对她动手 而是果断选择了转身离开 楚颖月心情大好 出门叫人给自己打来了一桶热水 未曾想到她刚入水 叶丽诚就回来了 叶丽诚关上门后就开始解腰带 叶丽诚 我受伤了 嗯 本王知道 叶丽诚 你如果浴火焚身想要 你可以去找你的王妃 楚颖月 本王只想要你 更何况本王没有那个意思 你受伤了 本王只是想要抱抱你 仅此而已 叶丽诚 你为了自己的欲望 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杀 还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敢做的 仅此而已 请你不要对我说这四个字 你出尔反尔的样子 真让人恶心 楚颖月 你难道不可以再信本王一次吗 抱歉 叶丽诚 我还想多活几年 楚颖月 你真的要为了那个男人 做到这个地步 对 叶丽诚 就是为了他 颖月 你要看清楚 你到底是谁的女人 叶丽诚 你不要这么自信好吗 不过是和你上床而已 难道我和你上了床就一定是你的女人 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和你的约定 还有二十几天我就会离 叶丽诚 你看看你自己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喜欢 楚颖月 你是不是绝对不会再给本王一丝一毫的感情 是 那好 既然本王得不到你的爱 那么本王就占你的身 你不爱本王 本王也要让你的身体对本王形成习惯 离不开本王 叶丽诚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不开谁 六年前我最痛苦的时候我都能离开你 更何况如今 你记住 时间一到 就算你是天灵战神 你也留不住我 楚颖月 你 你能不能 能不能不要抛下本王 叶丽诚 我从未想要留在你身边 又何来抛弃一说 不 楚颖月 本王一定 一定会如愿以成 时间渐渐过去 再次睁开眼醒来 已经又是一个清晨 刚推开门 就见水清澈带着一行人从院外走了进来 楚颖月 醒了 楚颖月淡笑着看着水清澈 并未回答 楚颖月 本王妃奉王爷命 带人来给你凉凉尺码 定着些上好的衣服 不必 楚颖月 今晚太后为恒王设宴 你作为皇城的名人 怎么能没有一件华丽的衣裳呢 夜里恒 已被奉为恒王 恒王乃是皇后之词 如今回到皇城 颇受各大重臣爱戴 将而一早 皇宫外便已贴了皇宝 恒王之位已定 绝无更改 夜里恒被封恒王 我在这里愿恭喜王妃了 所以 你知道今晚宴会对于恒王来说多重要了吧 既然知道 就乖乖让本王妃请来的师父给你凉尺寸 本王妃可不希望你到时候 丢了臣王府的礼 皇宫晚宴 与我何干 楚颖月 你以为本王妃愿意带你进宫 只不过太后一旨 也明要了你前去 本王妃再如何不愿 也不能抗取 对了 到时候在皇宫里 你还可以看到个老熟人 本王妃听说了 那人似乎和你 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